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,有时候真的要懂得人究竟为什么活着,为何而来。 今天台长想跟大家谈一点关于境界。 曾经有一位听众问台长,什么叫境界? 一个人的境界为何物? 因为境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。 那么这个境界到底存在于何方?又从何而来呢? 实际上境界从基础材料来讲,它就是一种教育。 当这个人数的教育比较多的时候,它的境界就会高。 那比方说我们从小受爸爸妈妈的教育, 爸爸妈妈对我们说,孩子啊,这个不能动, 你这个不能去做,你那个不能去摸, 你过马路要当心,害人的事情不要去做。 那么这样呢,你从小就听进去。 等到你长大的时候呢,你就一直沿着这条路在走。 实际上,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境界。 这个境界就是让人家看得起你的境界。 为什么很多人拿着人家的东西就吃, 放在那儿没人拿的东西他就偷? 这为什么就是让人家看不起? 这就是个境界问题。 我们今天学佛, 为什么不学佛的人,他经常会跟人家吵架? 而学佛的人呢,他忍让, 谦虚,他不是随随便便跟人家吵架的人, 他总是说自己不对,说人家是对的。 这是为什么? 这就是一个境界问题。 所以呢,台长跟大家讲, 我们学佛,学的就是一个境界。 为什么他是菩萨? 他的行为是菩萨, 而你的行为就不成为菩萨, 因为他的境界比你高。 为什么有些人喜欢跟人家斤斤计较呢? 那因为他的境界不如你高。 台长曾经跟大家说过, 一个教授跟一个孩子去买菜, 那些卖菜的人跟这个教授很凶, 态度很不好,买不买啊, 有钱没钱啊, 不要挑啊, 要买就买, 不要买就走了。 好了, 这种态度, 他的孩子就问不懂了, 为什么? 我父亲是个教授, 孩子问父亲, 你为什么不跟他论理啊? 他能对你这么凶? 父亲说, 正因为他是卖菜的, 我是一个教授, 我是学过有文化的人, 有修养的人, 我不能跟人家斤斤计较, 这是什么?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, 人间常理, 也就是说要学会懂得做人, 一个人有理不在身高, 也就是说你有道理的人, 你声音不一定要响, 你声音响了, 你骂人了, 你也不一定有道理, 佛的境界, 就是说从内心内涵, 你所学过, 你所走过的一些路程, 有些人一辈子没有多少人话, 但是他的境界很高, 为什么? 因为他知书达理, 因为他爸爸妈妈给他很多的教育, 因为他学过了佛理, 学习并不是指一个特定的环境, 而是指某一项适合你修为的东西, 所以我们凡是念佛的人, 要有境界, 台长跟上次跟大家讲过, 我们做人要懂得运命, 不要被他摆脱变成命运, 命运是你无法摆脱的东西, 而学佛的人就可以运你命, 把你自己的命运作起来, 那么念经念佛, 必须自成自切, 也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, 必须要有真切心, 因为境界里面也包括着自成恳切的心, 要有境界的人, 他的心才会恳切, 就是犹如一个人想帮助一个人的时候, 一种帮法是随随便便, 他本身在帮助人家当中, 他也为名为利的, 还有一种是自成恳切, 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有真正高尚的境界, 要一心正念, 要自成恳切, 绝不要妄想, 所以学佛的人不要有妄想心, 因为妄想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, 什么叫妄想? 妄就是你明明做不到的事情, 你去想念它, 你去妄想能够得到它, 所以学佛的人很多人说, 啊, 我想能看见菩萨, 我能看见一些我看不见的东西, 实际上这也是修心学佛人的纪委之一, 千万不要去想到我要见佛, 见到我所得到的境界, 实际上人的心啊, 该你看得到, 你就看得到, 该你得得到, 就得得到, 不该你的, 你不要去追求, 否则你的心, 就很难放得正, 所以学佛, 学真正的境界, 要一心正念, 要心若归一, 心, 失踪, 一样, 若就是若有若无, 心若就是失踪的意思, 心若归一就是我失踪, 就是一样的, 见佛, 见境界, 因为你想见佛, 你想见到一些境界, 但是你没有见到之后, 你就会生, 妄想心, 台长见过一个小朋友, 一心想学台长, 也开天眼, 他呢, 就从网上呢, 去追求这些东西, 结果呢, 灵界的东西, 就上了他的身了, 天天跟他讲话, 他痛苦不堪, 他是人, 是鬼, 他自己都不知道, 所以, 学佛的人, 如果你想见佛, 见境界, 皆不至, 妄生欢喜啊, 所以, 不要去, 见境界, 因为你, 见不到, 你就妄生欢喜了, 你这个欢喜心, 就白白的浪费了, 所以呢, 要独自独, 少为主啊, 我们, 必须, 以少, 为满足, 我得到的东西, 越少, 越能够满足自己, 思想一下, 是不是这样, 你什么都明白了, 你的烦恼, 就越来越多, 你什么都不知道, 你就烦恼, 越来越少, 啊, 举个简单的例子, 我们, 得到的少, 我们反而, 知足常乐, 吃饭都是这样, 医生叫我们, 常吃七分饱, 如果你天天吃得, 足足的饱, 你的身体, 一定会不好, 所以, 什么东西, 在人间, 要少为足啊, 以少为足, 就是, 以少量的, 就自己能够感到满足了, 那个, 你就不会, 会有养成一种, 退堕心, 就是退让, 往后, 倒退, 和懒惰的心, 所以, 我们, 不见佛, 佛也在啊, 我们不去见, 境界, 这个境界, 也在啊, 这样的话, 我们不去追求这些东西, 我们心中, 好像就没有亏欠了, 当你去追求, 你就有亏欠了, 思想一下, 难道不是吗? 你不去见佛菩萨, 你心中很坦荡, 天天念经, 念佛, 你知道菩萨在, 当你想见菩萨, 而你没有见到的时候, 你心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, 当你想见到西方极乐世界, 你没有见到, 你做么没做到莲花, 也没有用意念, 到过西方极乐世界, 你天天想看到, 但是你没有看到, 你心中总觉得缺了点什么, 所以, 学佛修心, 要不要去见境界, 不要去见佛, 要少为主, 要坚持, 一心正念, 自诚恳切, 心如归一啊。